考古学家在大云山顶 发现了大大小小十几座的墓穴 原来整个大云山顶 在旱代被完整开发成一座巨大的林园 总面积高达二十五万平方公尺 等于是三十五个足球场的大小 其中的主墓就是龙堂底下中字形的林墓 专家根据他的形式判断 这里的墓主人是一位诸侯王 专家从考古得出来的种种证据 最后筛选出五位候选人 他们都是西汉初年相当有影响力的诸侯王 墓主人的真实身份到底是谁 考古团队又是怎么找出答案的 请看资深记者蔡真如 郑文德的深度报道 大云山古墓的主人到底是谁 考古队越往下挖就出现越多文物 可是始终找不到关键证据 首先在泥土中发现了散落的玉片 来自被破坏的金吕玉衣 这是汉代最高规格的丧葬练福 也是身份的象征 那金吕玉衣有分三个等型 有金吕的 有银吕的 还有铜吕的 那基本上能穿金吕玉衣 因为是王籍或诸侯籍 才有这个才力去做金吕玉衣 金吕玉衣能够使用能够穿戴的 一定是这个天子或者是诸侯 就是身份尊贵的 诸侯以上的人才可以使用 如果诸侯要使用这个金吕玉衣的话 一定也是这个皇帝特许 汉朝人认为玉是山月精英 将金玉置于人的酒窍 精气不会外泄 能够使尸骨不符 来世就有机会重生 而另一项墓主人身份的证明 就是相当高级的黄肠蹄臭目葬结构 那黄肠蹄臭是什么呢 黄肠就是黄色的薄木 这个薄木在剥皮之后 它的这个树心是黄色的 所以叫黄肠 因为长长的一段 像肠子所以叫黄肠 那蹄臭是什么意思 蹄就是树干 就是树头 所以所有的树头 往同一个方向去靠拢 那臭就是靠拢 就是堆叠 一般说来 天子以下的诸侯和众臣 可以用提臭 但不能用黄肠 只能用松木或者是杂木 除非是经过皇帝特许 诸侯和众臣 才能使用黄肠提臭 史书中最早提到黄肠提臭 是在汉书中的霍光传 记载全清天下的众臣霍光 去世时汉宣帝就赐给他 惶常提凑一句 也就是说 大云山古墓的主人 肯定来头不小 只可惜一直到抢救性考古工作 进入尾声 专家还是没找到 关键性的证据 不过筛选出了六种可能性 第一位是金王刘甲 他是刘邦堂兄 曾带兵平定九江王阴部叛乱 可惜不慎在战争中被阴部所杀 第二位是隔阳侯刘仲 他原封带王 不过在匈奴进攻带国时 他放弃带国都自逃走 后来因此被刘邦废为隔阳侯 那刘仲是谁呢 也是刘邦的一个亲戚 他被封为戴王 戴王是干嘛的 戴王是守在边疆打凶奴的 没想到根据记载 他打凶奴中途跑掉了 刘邦也把他降职 也废了他的国 第三个就是有名的吴王刘弊 刘弊是谁呢 就是发动七国之乱这个诸侯王 不过这个诸侯王后来因为 反叛罪嘛 被国处 第四位是 唐义侯陈英 陈英是刘邦的开国功臣 立下不少战功 为人却很低调 而他的真孙女 陈阿娇 就是金屋长娇的女主角 第五和第六种可能性 是两代江都王刘飞和刘建父子 刘飞是汉景帝刘起之子 他从小应勇善战 被父皇由汝南王改封为江都王 这几位不是名正一时的汉代宗士 就是曾经立下赫赫战功 每个人都有可能是牧师主人 但真相只有一个 有一天 考古队员正在清理南回廊的淤泥 突然出现一个坚硬的泥土块 引起众人注意 大家小心翼翼地清掉泥土 发现这个泥土块 竟然隐隐约约浮现四字明文 考古人员看了大喜 这下终于知道牧主人身份了 江都的明文 在西汉历史上 一共有两位江都王 刘飞和他的儿子刘健 刘健从小娇奢盈逸 继承王位六年后还密谋造反 最后东窗事发 畏罪自尽 而第一代的江都王刘飞 在位二十七年骁勇善战 是汉朝少数得以善终的诸侯 有足够的时间和财力 修建豪华林墓 而更重要的是 在出土器物之中 有些名气上刻有二十七年等字样 所以可以肯定 这一座奢华亡灵的主人 就是第一代江都王刘飞 根据史料记载 刘飞从小就相当英勇 七国之乱发生时 他年纪轻轻只有十五岁 却主动请英奋勇参战 也因此立下大功 后来因为七国之乱 他主动请英 去帮忙平定七国之乱 后来又改封为江都王 他可能被埋在这边 所以我们看到他的墓里面 有这种兵马坑跟兵器坑就可以知道 他是一个很好武术的 喜欢军事行动的 那也因为这次的军事行动成功的 所以他被封为江都王 刘飞小小年纪表现出过人的勇气 因此受到汉景帝的喜爱 他许多待遇都远高于其他兄弟 而在刘飞的墓里出土了大量的战车 战马兵器等陪葬品 显示他不仅仅是个养尊处优的王侯 一 二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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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二 三 三 根据史料记载 汉武帝元光年间 匈奴侵犯边境 江都王刘飞又主动请英出战 只不过这一回没有得到允许 这或许是汉武帝体恤他年迈 但也可以看得出来 刘飞对自己的军事才能 确实是自信满满 其实史书中关于刘飞的记载很少 特别的是他的陵渊中 埋有两位皇后四十几位妃子 还有一位闹鸡 在刘飞过世后改嫁也葬在一起 意外因为盗墓事件 让世人重新认识这位传奇的汉代江都王